台铁瑞芳之喉童路段 因为滩芳中断 估计至少要到8号才能够恢复 而这两天是周休假日 直接影响到花莲地区的观光旅游 民宿业影响程度较大 饭店业则是影响不那么严重 5号的上午 东线南下铁路 瑞隧道复原之间 电车线已因为风太大而垂落 电力不通 也影响到三班列车进签名的乘客 维修车进入之后 直到5号的下午一点左右 才抢修完成 这两天是周休假日 但是因为台铁瑞芳到喉童段 交通中段 估计要到12月8号才能够恢复 似乎也直接冲击到了东部的旅游 民宿业者就表示 连外交通对东台湾可以说是相当的重要 中段消息传出之后 马上就有游客打电话来询问 有些游客还是会嫌麻烦 或是怕血碎塞车 公路交通时间难以确定 干脆先退了再说 相较于饭店来说 多则是影响较小 民宿来讲它的主要客人程是自由行 其实大部分都依赖台铁来做运输 那因为等于台铁出了状况之后 发现客人会觉得说 现在来会比较不方便 所以都影响到他来闻的意愿 那对于民宿来讲我们监数少 所以原则上它的比例来讲就是偏高了 所以每个业子都说 我有退房 我有退房 那个反应是很强烈的 但基本上应该是 陈述还算少的啦 客人我们会跟他讲说 那你要不要来 要不要延期 他就其实影响到来往的意愿的时候 除了延期的选择性之外 他就退房 那对我们来讲 交通事故是我们不可抗拒的东西 所以我们基本上会跟所有的业者讲说 这种状况的时候 我们就方便让客人去退房 下次再来就可以了 我们大部分的客人 其实因为苏花改通的关系 所以都是用自驾的方式 来到我们的饭店 那有少数大概是零星 各位数的尖数呢 是有跟我们说 他原本是打火车的部分 但是因为有行程上的延误 因为大众运输的关系 所以有先延后或是取消订房状况 好 我们因应的措施呢 因为我们都会在电话上 在提醒客人是说 可以转搭这个客运的部分 甚至是建议 如果能够自驾的话 苏花改现在是目前的安全的 另外5号的上午 铁路的东部干线 南下的瑞隧道复原之间 电车线也因为风太大而垂落 导致电力不通 也影响到三班次 近千位的旅客 还好是在铁路局员工的权力 抢修之下 在5号的下午 已经恢复了敞通 记者华林众和报道